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可以写成这样 而且假设我们把前面这个m对y微分 后面这个n对x微分 而且两个相等 那么我们就说这个first 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本身是exact 对不对 所以这是exact 那exact呢 你就followexact的方式下去解答 这样子就好了 但是问题是假设有一个不是exact 假设有一个 它什么都不是 它这里面呢 你把p对y微分 q对x微分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它不相等 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问大家的时候 大家有点嫩住对不对 我们礼拜一讲过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做一件事情 假设它呈上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变成一个 对不对 我们就来个变身嘛 那假设可以这样子做 那我们上面这一招 你又可以拿出来用 那下面这个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是说 我们呢 就let呢 有一个的f f有很多种形式 比如说f可以是f of x 或者f等于f of y 或者两个都有 当然你不要假设两个都有 那太麻烦了 ok 也就是说 假设你找得到某一个 管它是什么形式 只要乘上去之后 会让它变成他 那任务告成 任务达成 对不对 这样子就好了 所以呢 在这种状态下面 比如说以这个来讲 我们相当于我们将f of x 乘上这整个equation p dx q dy 等于零 我乘上来 那为了要表示这个 f of x的本身 可能是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 对不对 不知道形式 所以呢 我们就用颜色 把它弄起来 我先弄成蓝色 ok ok 假设这样乘完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 f p dx 再加上 f q dy 等于零 而且 很好玩的事情是 partial f p partial y 等于 partial f q partial x 那么 它又变成exact 那我们又可以用上面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剩下的只是把f找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上次怎么找 我们知道沉进去一定要吻合这个嘛 那就做做看啊 然后就凑凑看啊 这个答案就凑出来了 是不是 记不记得 ok 那我们凑出来之后答案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假设 f 这个f of x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它可以写成什么样一个形式 它可以写成exponential 上面有个积分 这积分是q分之一 partial p 抱歉 这边不能用蓝色的 我写在它右边好了 exponential上面一个积分 1 over q分之一 ok partial p partial y 减到partial q partial x d d d什么 d x ok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假如说 假如说 我们的f呢 是等于f y 那么它会等于什么形式 exponential积分 1 over p partial q partial x 减掉 partial p partial y d of x 对不对 这样子就好了 ok 所以呢 到这个地方啊 我们就很清楚的 把我们所要 交给大家的呢 全部都 差不多写完了 ok 当然 最后面算下来 到底怎么算 算下来之后 结果很简单 但是我们呢 先不写 免得大家只是在背 答案而已 ok 应该是 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所有的principle 所有的重点 回家就自己做 ok 那这个呢 只不过是 它做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 纵使你忘掉 你也要知道 这怎么过来 这一旦过来之后 就回到这边 然后再从这边 开始去解答 记住 要把它的原理记住 然后呢 这一辈子啊 你就很轻松了 ok 它就可以跟着你走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继续下来 我们上次有讲到啊 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形式 ok 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 再开始让大家知道一下 一些形式上到底是怎么样 好 我们现在呢 再从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definition 假设有个equation 我们写成这样 ok 那我们会说 if p and r are function of x only 它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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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呢 is a linear ode 对不对 你当然也可以写复杂一点 linear first order ode ok 这是第一个 definition 第二个 r of x 假设 等于0 那我们就要它 再叫做它这个homogeneous ok 假设r of x 不等于0 那么它就是什么 non-homogeneous 的ode ok 我们把这个记起来一下 这样就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用这个形式来解解看 它的解很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东西 原封不动地再套在这个地方 run一次看看 因为它会变得非常简化 ok 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就先开始来讲 for homogeneous linear ode 来讲 那也就是 上面的r要等于0 所以我们是 ypland 加上px dx pxy 等于0 ok 这是我们的equation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来解它 假设我们整个把它展开来的话 是dy dx ypland 就是它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搬到等号右边去好了 搬过去会变号 等于负的pxy 我们一发觉呢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看这个方式这么简单 很快就可以左右分离 把y通通晒到左边 x通通晒到右边 所以当我们把它左右一分离之后 你会 dy over y 负px dx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这一看呢 这个等号的 左边 ok 跟y有关系 右边只看x有关系 那我们上次说 碰到这个状况下面 那最简单的就是把它整个的积分起来 反正它已经是等号了嘛 等号 我两边同时积分 再加上某个常数就好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这一积分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这边会变得long y 等于什么呀 负的p dx 我先这样子写 再加上一个常数c 那我们常常不喜欢 这个y前面又有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一个办法 你碰到这个 就两边通通都取exponential 等号两边通通都取exponential 反正等号还是同样成立啊 它马上就变成y of x 会变exponential负的p dx 再加上c c干脆放在前面叫exponential c exponential c也是常数啊 所以很快呢 你就得到y of x 等于d 这个就是它的解 constant to be determined ok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解出来了 非常棒对不对 ok 好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是对什么 for homogeneous linear ODE 那么 non-linear怎么办 ok 那我们就再把它写一次 比如说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很简单 我们也照样地把它整理一下 再把它移过去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就变成为 或者是整理一下 移过去也没有用 好 我们先把它移过去 假设我可以把它移过去 是不是变成负的px y再加上r of x 这一看 我们有办法把y跟x分开成两边吗 就像这边一样 我们办不到 没有办法 那既然没有办法的话 那我们下一步 退而求其事 我们就看看它是不是exact exact的话 就要拼成这边这种形式 对不对 这边这种形式 或者是下面这种形式 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稍微处理一下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等于 我们前面是dx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是 这弄完再把它移过来 你会是py再加上r的dx 再加上dy等于点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式子 这个就相当于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呢 有一个某个数字 再加上一个e 这又是某个方程式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地方是这样 我不晓得前面这个 假设它是exact的 我可以用m或m来表示 假设不是exact就用p和q 也就是管它三七十一 我可能都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 我把这个定义为大p 这个定义为大q OK 对 减r 没错 谢谢 OK 好 那这样一来我们先检验一下 它是不是exact 假设是exact就好办很多了 好 test to see if 我们把这个叫第一个式子 这叫第二个式 if equation r is exact OK 先看看它是不是exact 那exact呢 是不是就要把它对y为分 拼为分 把它对x拼为分 所以呢 你要partial p partial y 这个会等于什么 就只是对它为而已 因为p是x的函数 r是x的函数 所以后面这个不见了 就剩下p 就这样子而已 right 另外一个呢 q呢 对x拼为分 q是e啊 关于对谁拼为分 通通等于0 这两个相等吗 不相等 画一条线 no 所以是不是exact no is not exact 所以告诉我们 equation two is not exact 好 那现在怎么办 假设它不是exact 你要 你要怎么办 对 想办法找个东西沉进去 让它变exact 假设找得到 幸运 找不到 再说 ok 是不是我们又恢复到 这个 ok 好 那我们就恢复到这个来看看嘛 好 那我们就assume assume什么事情呢 equation two 乘上什么东西 我们位置数呢 给它一个 我看看乘上的是用哪一个来乘比较好 用f of x f of x 乘上 乘上equation two 之后 会变成 exact 或第一 这是我们的希望嘛 对不对 所以我说假设嘛 ok 那我们就开始把它乘上来看看 所以呢 这就代表了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 我们就把这个乘上equation二 equation二在这边 一乘上来是不是f 乘在这个地方 那紧接着是 py 减掉 r dx 再加上 f of x dy 等一点 对不对 这样子嘛 它suppose就要变成exact 那 假设它可以的话呢 这f of x 一定会有这个形式 一定会有这个形式 对不对 一定会有这个形式 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就直接写说 f of x 可以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上面一个积分 乘上q分之一 q 大q分之一 我先造写 我先造写 大q分之一 称上partial大p partial y 是不是 减掉 partial大q partial x 的dx 我们把f of x算出来 就是了 大q 等于1 所以1分之1 就是1 所以就不见了 然后呢 p对y微分 p对y 大p对y微分 就是px 大q对x微分 等于0 所以就没了 这样子就好 对不对 那这个积分 可不可以积 当然可以积 因为这个积分 大p呢 是相当于它 是不是 p 抱歉 对对对 对 这个就是p而已嘛 没有 只是前面的p而已 所以p呢 就在前面这边 所以这个四子 就已经是 final的四子了 不需要再算 因为这个不是大p 这是小p 就是原本的这个 所以相当于 f of x呢 已经算出来 对不对 f of x已经算出来 那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丢回来 丢回来这边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继续把它算下来 好 丢回来之后呢 它只是某一个数字 记住 这是px对x的积分而已 然后我们一丢回来 它就要变成一个怎么样 一个形式 就变成 exponential 你丢回来也可以 或者是说 反正 2跟1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只是我的整理方式 所以 你在2 乘上f 它会变成exact 是不是相当于乘上1 也是exact 对不对 是同样的东西嘛 所以 我要 真正的做法 要 这边 划虚线 这本来是 我们想要这样子做的 那现在呢 写太高了 我 我 这样子做 OK 就相当于说 我把f of x 乘上 第一个equation 之后我来减 它就会比较好解 可不可以 因为2跟1是同样的一个equation 我当初要乘上2 只是说乘进来2 就会变成exact 再用exact的方式解 那现在我们发觉呢 假设我们呢 直接把这个f称回来1呢 有个更好解的方式 有人就是这样尝试的 我们试试看 假设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我们有exponential 对不对 exponential积分pdx 乘上equatione equatione在这边 ypland再加上 py 等于r 我们要乘上来变成 我们要乘上 这一乘上来之后呢 它会变成什么形式 我从这边继续算 好不好 这边待会我要留着 我先把什么东西算 弄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 OK 我们把几个解的方式 整理一下 linear homogeneous ode 假设这个是我们下面讲 这么简单 那么y of x 会变成什么东西 这个已经解完了 会等于某个常数 第一 exponential 负的 对p积分 第二个 假设呢 我们现在是一个 linear nonhomogeneous ode 写成 ypland 再加上 p of x y 等于r of x OK 我们要下来 算算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边插掉 OK 因为它已经做好 记录了 OK 好 我们刚刚呢 做法呢 就不再是把它丢到这边 因为丢到这边一层 只是变成exact 你可以用exact方式求出来 那我们发觉了 走另外一条路 好像会比较好 我们就把它成为第一个字 一沉进去的时候呢 等号的左边 是不是变成exponential p dx 乘上 ypland 再加上py 等号的右边呢 也是一样 乘上r 对不对 r是r of x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作业看看了 这个呢 很好玩哦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会变成exponential p dx 乘上y的 微分 对x的微分 左边这个 你看看 这个呢 我对x微分 它是x的函数 exponential这个 y也是x的函数 所以呢 你可以说 第一个不动 微第二个 再加上第二个不动 微第一个 对不对 最基础的这个微分嘛 第一个不动 微第二个 是不是变成ypland 是不是就是这一项 exponential成为ypland 第二个是 它不动 它不动 微它 要微它 我们就使用圈入啊 对不对 圈入之后 我怎么对它微x 先微上面这个东西 所以exponential 微完还是exponential 之后再微这个积分 一微就变成 不要积分嘛 就变成p 就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说exactly 这个就是它 好 所以那请记住 稍微复习一下 我怕有人已经忘掉了 你要是去 我一个两个函数 它会等于 第一个 第一个不动 我也第二个 第二个不动 我也第一个 这个大家都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假设这个也忘掉了 我也没办法了 第二个就是圈入 记不记得 假设说你去 微一个f 然后里面呢 又是g 的 里面又是h 管它了 我给它好多层好了 ok 那这个是怎么微 ok 这就相当于说 我们有个洋葱呢 是白的 结果呢 一拨开来之后 赫然发现 里面有一圈 黄的 拨开来之后 赫然发现 里面有一圈 蓝的 最后呢 才是你要的x 所以说呢 本来我们微呢 f of x 只是一圈 里面有个x 我就直接对它微 那现在没办法 我又不是x光 我就呢 只先看到第一层 所以呢 我第一个微分呢 我就先微 把后面这整个 当做一个变数 里面是整包的 我根本就看不到里面 我是看到鸡 看到黄色的 所以呢 我就先 微 微这一大串 微这一大串 但是你微这一大串的 又不是我要微的x 那没关系啊 我们x光 每次只透色一层 那再往内看 是不是有看到蓝色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紧接着 又继续 再微 再微 ok 然后呢 下面呢 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蓝色的这一层 然后呢 拨完之后再往内看 你又看到x了 所以呢 继续沉下去 啊 这次终于看到 我们要的核心了 对不对 它就好像 虽然说像洋葱 一层一层进去 但是呢 它也像链子一样 这么一圈 沉上 下一圈 再沉上下一圈 管它是几层的 一路下去就是了 对不对 所以反向推导 就变成我们不分分式啊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叫什么 不分积分 ok 就是像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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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ok 所以呢 这是很简单的微分嘛 对不对 好 那假设现在大家都知道 所以这个已经make sure了 它没有问题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右边呢 右边可以写成什么样的东西 右边这个 右边这个呢 我们就先造写 所以它维持原样 ok 我这样子写好 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现在啊 我要做一件事情 这边是这整个的对 x 微分 这边呢 就是一个 x的函数 你看p是x的函数 r也是x函数 对x几分 所以整个都是x的函数 所以事实上呢 我就 好像 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把它整个写开 第一 这一大串 dx 我要是 再更进一步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再击分 虽然这样子并不代表我xy可以分开来 但是我可以直接击分 加上某个常数 对不对 这一击分 不就是它自己吗 任何东西 dx的击分就等于 把它看作1嘛 就是x 现在是底 这个东西前面是1啊 所以就是它 乘成y 对不对 等于 这个积分 这积分可不可以积 当然可以积啊 因为它本身就是x函数嘛 p 已知啊 r 已知啊 所以是 大家都是已知 所以一定可以积分 所以这个呢 就把它维持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你说这样算是干嘛 很好玩的是 y of x 这个不就是我们的位置数了吗 我们从头到尾 不就是想要解y of x吗 我们从头到尾 就是想解y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是吗 它已经告诉你 它在这边了 所以Y是不是 你这一大串的出于它就是了 对不对 是不是答案跑出来了 等于 这个一提过去就变得负了嘛 exponential负的 乘上 exponential这个积分 r dx 再加上c 答案是不是跑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答案呢 马上就告诉我们 OK 发案就可以出来了 因为走这条路比较方便 OK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解决掉 有些人不太喜欢写这么麻烦 他希望写的简单一点 他会变成 exponential 负的h 很简单的这样做 要不要你要是回到exact的呢 也可以 只不过说 这个equation本来一开始就是很simple的一个equation 非常非常简单的equation 所以呢 我们发觉未必要把它带回exact的 让它形成exact的这个地方 未必要称回第二个实质 我们称回上面啊 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简洁的一个答案 复杂一点 你就 你就乖乖的还是把它称回这边来 然后呢 根据exact的解法来解 就好了 OK 好 我们来看两题的立体 OK 不对 这边 抱歉 太恐怖了 我只举一个就好了 有个equation 他给你一个什么 linear 因为这前面都是有exact的函数 linear non-homogeneous first-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整个写下 它是个linear non-homogeneous first-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哇 这名字有够长了 好 但是呢 它也给你一个起始条件 OK 当x等于0的时候 y要等于1 所以呢 这代表说 在这里面有一个位置数 c 可以把它解决掉 OK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 在我们这样子呢 根据我们这边这个拼法呢 是不是 我们就可以将前面的 这个定义成为p 这个定义成为r of x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 你看它是这个样子 管它是不是exact 它已经告诉你 我们已经可以这样子求解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就要一步一步判断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子求解 我们先算算看它答应会变成什么 好 p of x 等于tangent x 那r of x 等于sin 2x 在这边第一件事情 这里面都有上面的h h就是p对x的积分 p对x的积分 所以我们的h of x呢 是等于p对x的积分 那是不是相当于tangent x 对x的积分 对不对 tangent的积分会变成什么 自然对数了long second x 对不对 ok 忘掉 自己算一次 好不好 好 这个已经算完了 h已经知道了 然后呢 这个放在exponential上面 没有什么 就放上去就好了 那 它exponential 我们先试试看 所以exponential的h of x 会变成什么东西 假设是这样摆上来 exponential跟long 互相消掉 就变成什么 second x 对不对 或者是exponential 负的h of x 是不是变成 负的的话 在long里面 摆到里面去 会变成导数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呢 现在知道了这几个东西了 那我们就开始来算 y of x 不是等于exponential 负h x 乘上 exponential h of x 再乘上r dx 再加上c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你也知道形式了 r也知道了 把它丢进来 积分完 最后乘一乘 乘一乘呢 你就把它整个乘出来 经过整理之后 它会变成这个样子 请大家看一下 它会变成为 我看看 c的cosin x 减掉两倍的cosin平方 x 它就会算出这样子 这个你们 因为这个很简单 你们大家算一下 哪一个负log的cosin 负的log的cosin 是吧 负的log cosin x 是这样子 是不是 所以负的 我可不可以把它丢进来 是不是 所以cosin的导数是什么 second 来 没有错 好 没有错 只是形式表达而已 OK 你的 你做的也是对的 OK 好 那到了这边之后呢 现在剩下一件事情 c等于什么东西 我们就要把第一个式子 带进来就可以了 第一个式子告诉我们 那y在x等于0的时候 一定要等于1 因为 y在x等于0的时候 要等于1 所以y在x等于0 cosin 0 就变成1 就变成c 减掉 cosin 0 这个也是减掉2 对不对 它要等于1 所以是不是 马上就告诉我们 c要等于多少 3 所以最后 y of x 会定3倍的cosin x 减掉2倍的cosin平方 x 答案就算出来 OK 很简单 好 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地方通常都擦掉了 从这边再出发 再介绍一个很好玩的形式 反正我们有一点时间 我们再把先前做的 稍微做个复习好了 OK 我跟讲 我读书啊 我很喜欢读到什么地方 我会稍微复习一下 我要搞清楚 我能走到哪边了 免得我走错了 我都不知道 OK 我们以前的第一件事情 碰到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碰到个ode 我们做什么事情 先判断是否可以 y跟x分开来 对不对 是不是可分离 是不是可分离 在这边 你们中间休息一下 好 OK 好 我们看看可不可以分离 假设可以 yes 那就把它给解了 对不对 answer很快就跑出来了 直接积分 我们就写直接积分 答案就跑出来了 直接积分 然后就得到答案了 很棒 假设不行呢 no 那我们干嘛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 是不是 什么 exact OK 看看是不是exact 是 哦 那很棒 yes 太棒了 那我们就怎么样 用exact的解法 然后就得到答案了 对不对 很简单嘛 假设不是 no OK 被拒绝了三次 我们也不怕 对不对 我们以前追女孩子 都 我看我同学都很厉害 他们要看上哪一个女孩子呢 然后呢 他就会找很多机会 跟他接触 比如说办活动 或干嘛的 然后呢 就会到寝室外面去等他 因为以前很多人住宿舍 他会到宿舍外面去等他 但男生又不能进女生宿舍 所以呢 他要想尽办法 打电话 他到底是住哪一间 然后呢 就请 然后就很多女孩子 进进出出 就问问看 我要找的人是谁 你可不可以帮我传个话 那有的时候呢 女孩子一一走进去 然后就没消息了 他就在那边等 等到寝室关门 他只好又回家 OK 然后呢 隔天继续来 对不对 然后呢 又请人家传话 又传话 又传话 要是有耐心的人呢 他可以等一个学期 他可以等一个学期 但我知道 现代的人不一样 等三次 四不过三 第二次就没有第三次了 两次不出来就算了 自己进去 那是现在 现在自己进去 只要不被踢出来就可以 但是以前就是这样子 要很有耐心 所以我们学物理 也是要很有耐心的 不然的话一下子就被击垮 一下就被击垮 OK 好 假设他不是怎么办 我们就问问看 乘上一个factor之后 是否可以让他变成怎么样 变成什么 Exact 对不对 我们 我们有个教什么 什么积分因子法 积分因子法 事实上就是这个方 就是乘上一个factor的方式 是不是 我看看 对 然后呢 我们就看看 假如说我把它乘上 把这个equation 乘上一个factor OK 这样子好了 我把equation 称上一个factor 之后是不是exact 假设4 耶 算出来了 对不对 假设是4的话呢 2f 2f 然后呢 把它称回equation 之后呢 用exact解法 又得到answer 很棒嘛 对不对 很棒 假设又不是呢 那就比较麻烦了 对不对 那就比较麻烦 那我们可能还要干嘛 但是我们上 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 都是很general的case 很general的case 也就是说 这个ode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形式上的限制 这是这个principle 但是呢 我们刚刚讲的 假设我们一个ode 是这种形式 假设是这种形式的 那我们就follow这个 假设它是 它是什么 homogeneous的 那直接算就可以算出来 用分离法 所以我们这个呢 我们就说 Rx 等于0吗 yes 假设是4的话 那我们就用什么 分离法 然后answer就跑出来了 yeah 太棒了 对不对 假设是no的话呢 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把它乘上一个 对不对 我们就乘上一个 我们就把它equation 乘上个f 让它 是exact的 我要求它是exact 然后呢 求 f 求到了之后呢 f 乘回 原来的equation 然后呢 再把它分离 然后呢 直接积分就好了 我也可以写直接积分 最后就得到答案 对不对 所以 这黑板呢 讲的一个流程呢 是我们 讲first order differential equation 一直讲来的 所有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呢 要再来介绍一个 假设 它形式不太一样的 但是呢 目前我们要求 这个形式比较简单 假设刚好吻合 我们也可以有很容易的解法 好不好 OK 那我们呢 讲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讲最后的两个定理 这两个定理呢 我们没办法去证明它 因为太复杂了 我们就只讲它的结果 这个结果的重要性 这个结果的重要性会跟大家讲 讲完了 我们今天呢 就结束 也未必结束 我们看时间多少 可以的话 我们再继续教 OK 好 好 现在下来了 我们就要蛮快速的 把下面一个东西 介绍完 Benoly equation 有个equation呢 可以写成这样 这个equation 我们就称之为Benoly equation 它跟 这个 这种简单形式的 跟这种简单形式来比 你看看 很像哦 第一个Yplung 前面西数 通通都除到后面了 所以是1 加上Y 一个Y在那边 前面这个星呢 只有X 等号右边呢 它也是非其次的 OK GX 乘上Y的A次方 也就这边只摆一次方 不是一次方 通都丢到这边来 OK 这种叫做Benoly equation 所以事实上 这个也是Benoly equation 其中的一种 对不对 你看看 假设A 因为A是属于实数嘛 所以A要是等于0 是不是就相当于没有它 它是1 那它是不是又跟它长得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只是Benoly equation 当中的一个format而已 那比较general的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说 if A等于0 的话 就回复到左边去了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 一个Nineal 它本身就是个Lineal Non-homogeneous 对不对 Nineal 假设A等于1 A要是等于1 就代表这个是Y 那我把这个整个移过来就好了 这边只是变成P减G乘上Y等于0 那还是跟它一样 只是更加简化 这边变成7次 对不对 所以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Homogeneous Lineal Homogeneous 的Equation 假设A呢 大于等于2呢 就代表这个地方 不再是一个X的函数而已 它是Y的函数 因为我们平常会这样写 这里面只摆Y的一次方 这边有Y的 不是一次方 所以它就会马上就变成一个什么 Nineal Differentiated equation OK 好 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 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 有人啊 就想出一个妙招出来 OK 它就东四四西四四 最后发觉有一招可以 它怎么做呢 它用变数变换 它先把它变换到一个地方 假设有个叫UX UX是什么 是这边Y的 Y 本身E减掉A次方 它设定这件事情 它把这个叫做U 然后整个下去变换 所以我们看看 因为这边呢 U的一次方会变成什么东西 U的一次方是不是代表 E减A E减A 提下来 E减A 然后Y的几次方呢 E减A 减E 对不对 E减A E减A 这个是对Y 微分 但这个是对X微分 所以再来一个呢 圈入的结果 再对Y微分 对不对 所以这一整理会变成 E减掉A Y的贏A次方 Y 好 Y Plan是什么东西 Y Plan根据原来的就是这个 所以我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 Y Plan YPlan就是它 是不是变成后面这个 剪掉前面这个 后面这个是G 乘上Y的A次方 剪掉 P乘上Y 对不对 继续下来 E减A 这个沉进来 所以Y的负A次方 乘上YA次方 刚好变成E 是G 剪掉 这沉进来 负P Y的一次方 乘上Y的负A 是不是Y的E减A次方 前面通通造型 Y的E减A次方是什么 Y的E减A次方是谁 U 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整理一下 哦 抱歉 这面U 上面我扫了U 所以你会得到U 这整个把它展开来 U 会等于 E减掉A 乘上G 减掉 E减A 乘上P 乘上U 对不对 所以整个会变成U 加上E减掉A 乘上P U 等于E减掉A 乘上G 这个又变成什么 这个又变成一个方程式 类似这样子 我这样子写 U 再加上某一个 你看A是什么 实数 P是什么 X的函数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叫做 大P 乘上U 等于 E减掉A 又是实数 实数乘上G G又是个X的函数 这边是不是相当于 大R的X 这个equation 跟这个equation 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Y 一个是U 是不是 所以到了这个地方 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方程式 经过变数变换 把它转换到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 就根据这个的解法 把它解下来嘛 对不对 解完了之后 所以呢 这个很快 你就可以算出UX 等于什么东西 很快就可以把它算 算出来 OK 算出来之后呢 UX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那再把U摆回来 是不是呢 Y的E减掉A次方 就会等于 这一大串的 这个answer 那是不是Y 就可以算得出来 Y是不是等于 这一大串的 开根号 E减掉A次方 是不是 答案是不是跑出来了 是跑出来了 也就是说 虽然说初步看起来很复杂 但真正在算的时候 你只要经过变数变换 这个看起来不一样 那变数变换又回来了 又凑到一个 用这个这一招可以解的 解完再回来 所以呢 相当于说 你碰到这个equation 你不晓得怎么做 OK 碰到这个equation 你不晓得怎么做 那 比如说这个是 第一个equation 你不晓得怎么做 你希望answer在这边 抱歉 此路不同 那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转换 经过转换 变换 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这个形式呢 我们会解 解到一个 解 这个解再变回来 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要直接解这个 解到它 我不会 没关系 好像开车呢 你要开到墾丁去 就这个地方呢 有个很大的槟榔摊 挡住位置的 有个呢 20吨重的槟榔 挡在前面 那没办法啦 我们就采取另外一招 OK 我们就转换到 另外一个形式去 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 解完了 再回来 你记住 这个情形在数学里面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我们每次计算 碰到一个困难 我们就 怎么样 找替代道路 OK 替代道路 有些时候 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替代道路 有时候甚至于 我就转到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去 到了那个地方 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把问题解决了之后呢 再转回来 就好 OK 这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 所以呢 给大家当参考 好不好 好 我们来解一题 解一题给大家看 就好了 我们把这个擦掉 我怎么把这个也擦掉了 这个是我要的 这边是写什么 Yplung再加上PXY 好 第一个是问什么 第一个是什么 RX等于零 还是什么 刚刚有拍照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RX等于零 好 这个是No 对不对 这个是Yes 我们又不是Yes 所以不管了 好 我们就看右边就好 好 我们来看一题立体 有个equation是这样 请问一下 它的解释是什么 那根据呢 这个呢 我们希望把它排一下 重整一下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其中的大A跟大B 都是Constant 这样子一来呢 就相当于说 我们这个负A 就是那边的P 负B 就是那边的 对 负B 就是这边的G 2呢 就是A 对不对 相当于我们右边的这个式 A是不是属于时数 对啊 2是属于时数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因为这个很难解 所以呢 它是什么 Non-linear 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下面 我们Let 设定一个叫U of X 它会等于Y的几次方 1 减掉A次方 现在就变成A是什么 2 变成Y的负义 对不对 好 一旦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利用它 整理出一个Equation出来 你就可以整理出一个 这个Equation 然后呢 你就会整理出一个U Plung 加上 1-A 1-2 P 我把这个 我先不要写这么快 我把它整个抄下来 这个时候呢 U Plung 会加上 1-A的P U 等于 1-A 乘上G 所以它等于U Plung 再加上1-A 1-2 P PP P是负A 乘上U 等于1-A 1-2 乘上G G是负B 所以整理完 是不是U Plung 负的 A 负1 负A 变成正A 负1 B 正B 它变成这样 对不对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解了 这个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式子 A 是不是相当于 大P B 相当于 大R X B 是不是等于0 它没有讲 要是等于0 马上就把它解完了 要是B不等于0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一套 算下来 对不对 这一套有没有写 有啊 在这边 所以是不是Y就可以这样子算下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来算H 我们只要来算H 先算H 所以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把这个答案套进来 H是等于P的积分 P DX P是A嘛 A的DX 不就等于AX吗 Y 就是我们的答案 这边呢 不是Y 这边是U 因为我们是在解U的equation 会等于什么 Exponential-H Exponential-H R DX 加上C Exponential-H H是等于AX Exponential-H 负的AX G分 Exponential的AX 乘上大R 大R是B 乘上B DX 加上C 所以继续下来 这个会变成什么 Exponential-AX B呢 是常数提出来 然后对AX积分 Exponential-AX积分 那这边又等于B 除以A 加上C的Exponential-AX 那是不是Y就知道了 Y of X 就等于这一大串方案分母 算完了 答案跑出来 对不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要下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都是解 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这是那唯一的解吗 有没有可能有另外的解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找到的这个解 就是对的 就是好的 假设有五个解 我能不能全部把它找出来 假设只有一个解 我能不能把它找出来 假设他没有解 我干嘛还去解个老半天 最后才告诉我说没有解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体认到这一件事情 那我们先讲结果 结果就是在某一种状态下面呢 我们这个Win方程呢 解只有一个 Exactly一个 所以这个代表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物理上面来讲 很多东西本来就只有一个解嘛 对不对 我从这边把这个放下去 他就应该沿着这条线掉 这个放下去 他就应该沿着这条线掉 假设没有风的话 我不可能这两个的相撞 也就是在空间上的某一个点 它上面的物理特性 就只有一个 它不可能有两种状况 这是古典的 对不对 但在数学上 它一定要吻合这样子 我们物理才能够用得上 假设数学有好几个解 物理明明只有一个 常常有这种状况嘛 你数学解出来可以有正负号啊 对不对 开根号多少 M等于根号2 根号4 就是算出来答案等于正负2 质量有负2的嘛 你告诉我 我们就说负2那个不合 直接把它丢掉 但数学里面没有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就是我们希望 纵使是正负2 但它这两个答案是 唯一的答案 假设可以这样子 很棒 同样的 假设我们的解 就是唯一的解 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管你怎么走 你用什么方法 approach它 最后都是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 因为呢 每个人喜欢的解法不一样 最后 你写出来的方式 可能看起来两个人不一样 但事实上 都是一样的东西 只是表征不同而已 那这样就给我们很大一个promise 以后我们要找解 假设这个equation的解 是唯一的 我爱怎么开始 就怎么开始 我爱怎么猜就怎么猜 反正最后解得出来了 那个就是它的答案 假设有这个保证 多棒 对不对 好像要是有个老师跟你讲 你怎么学都可以 最后一定拿到100分 哇那多棒啊 我躺在床上睡觉 睡一个学习 也有100分了 对不对 假设可以这样 那该多好 对不对 很不幸的 真实状况就不一样了 但在数学里面呢 果真呢 符合某种状况 它的解有唯一的解 因为紧接着呢 我们要讲的二阶维恩方程 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 常常我们怎么知道 你的解是什么解 像这些都很直觉 都可以解得出来的 有些根本就 你无法开始 你只能够找一个东西 丢进去 果真是 是一个解 然后我们从这个开始 去衍生它 最后你就得到一个 total complete的解 因为它有唯一的 所以不管你怎么开始都可以 所以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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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tial 假设有个initial value problem 它一般的写法 我可以写成这样 y plus等于某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包含x 包含y 那它也给你它其实的条件 x等于0的时候 x0的这一点的 y值是多少 它已经写给你 那么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啊 根本就没有解答 或者是 一个解答 或者是 比一个还要多的解答 你说老师真无聊 当然解答不是 没有就是一个 不然就是很多个嘛 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好不好 比如说这个equation y的一释放 再加上微分的绝对值 再加上y的绝对值 等于0 这个微分方程 它给你说 x等于0的地方 y等于1 那我们就说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它只有一个solution 我还要等于0 当然从这个 0加0 就是0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 假设你这样子写 不对哦 这个只是从这个equation来看 但是这个initial condition 它却告诉你 在x等于0的这一点 它要等于1 假设y等于0 你告诉我 它什么地方会等于1 没有啊 所以这个呢 跟它这个呢 产生矛盾 conflicts OK 它就告诉我们 no solution 好 再看一个example 现在呢 y的一次方微分等于2x y在0的地方 x等于0的地方等于1 所以呢 很快的 根据我们前面的解法 这个可以分离出来 所以呢 它就变成为y of x 就变成多少 x平方加上1 当x等于0的时候 0 y果真等于1 你发觉它只有什么 only one solution 好 再看一个问题 x乘上y plan 等于y减1 结果呢 你一解的时候 你很快就发觉 y of x 可以写成1 加加加上cx x等于0的时候 带进去 y永远等于1 没错 但问题是c等于什么 常数啊 所有任何常数 带进去都可以 所以它告诉我们 什么 have many solutions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equation 它可能给你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很希望 能够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OK 好 我们来讲理论 这个讲完 以下的两个理论 我们不予以证明 只告诉你一下 什么状况 什么条件 假设有个equation 一阶的VM方程 你可以写成这样 假设 if y of x 也就是这个函数呢 is continuous 是连续的 at all point in a rectangular 它在一个方形的区域里头 假设这个是x 这是y 我们在这边定义一个空间 这个是r 中间那边叫x0 右边是x0 0加a x0-a 这个是 这个是y0 y0-b y0加b 假设它在 这个方形的区域里面 r是x0 r是x0 r是x减掉x0 要小于某一个数字 假设呢 假设呢 它在这所有的点 这个rectangular里面的所有的点 and boundary 以及它的边界上面是连续的话 同时 它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个f 有个极大值 它绝对不会发散 不会变成无穷大 不会变成负的无穷大 它是个有限的数字 那么 我们就说 equation one has at least one solution 它绝对怎么样 至少有一个solution 也就是说 在这种状态下面 它的解释存在 OK 它的解释存在 这个非常重要 好 好 现在再来讲第二个 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我们要记住 假设你有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所在的空间 yplung 右边那个方式 一定要连续 OK 一定要连续 然后呢 而且呢 它本身的数值 一定要在某一个值之内 它是有限的 OK 也就是右边这个方式 在这个 rectangular的范围里面 一定要是有限 那么它就一定有一个 以上的解释 好 现在呢 唯一解 OK 我照抄 假设有个方式 可以写成这样 什么 所以 提起来 我们可以交给你 21 快点 我们就在opath AB c 发尼 注意 不要 就可以 想 他在一个范围里面 包括这个范围的边界里面 他自己以及他的威风 对谁的威风 对Y的威风 是连续的 同时呢 这个数值呢 没有发散 他的威风呢 也没有发散 那么我们就说 Equation 1 Has at least at most One solution 他最多最多 就只有一个solution OK 好 我们这一章讲完了 有没有问题 OK 谢谢大家